好 在夜市委的社会弊案之后呢 现在马总统定调了 以后合宜住宅转售是要有限制的 不像以前啊 五年之后你随便卖都可以 那么对于这样真的可以符合我们居住正义吗 邱伟源 很难啊 我觉得合宜住宅的政策真的要检讨 因为人家是社会住宅 是住宅只租不寿 好 那你今天你用合宜住宅的方式 你本来是说我转售的对象 我要限制转售的对象 但是你如何能够掌握得好呢 在台湾就是一个所谓的人头亡国 对不对 你能够限制转售的对象吗 我觉得马总统有时候应该从云端走入红尘 去了解真正的状况再做决定 否则你所谓的限制转售的对象 涂浪这些搞人头 以搞人头著称的建商 他把你当成是一个笑柄 当成一个笑话 要找一个用人头来作为一个转售对象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马总统这时候谈转售 其实我觉得根本已经走错了方向 这会不会让以后的官员更怕事 当然 我觉得其实简单的说 合一住宅现在需要合一住宅的人 大概登记起来都好几十万人 那合一住宅充其量不过四千多户 就算每个都是用低价来售出 那能够解决到能够需求的问题 根本解决不了 第二个当然它要限制这个转售的这个情形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 还有国宅 还有这个眷村改建 还有合一住宅 每个都是五年以后就可以转售 那如果这样 我同意胡云刚就有原因说讲 这个人头太多了 诈骗集团很多人头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解决 马总统这个政策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原因 好我们待会还要来问问了 就是在今天呢 民进要进行民调了 那么明天就会出炉了 到底是姚文志还是柯文哲会出现呢 广告过后带您关系